本節目是由快5秒的體育賽事資訊平台一筆分贊助提供 體育情報戰賽事超好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子媛 這裡是由一筆分冠名播出的體育情報戰 首先來看重磅頭跳 北京時間11月15日 世語賽亞洲區12強賽A組第五輪比賽 中國隊坐鎮昆明的擴充體育場贏戰卡塔爾 本場國主獲得了五數機會哦 但最終還是沒能在主場戰勝卡塔爾隊 比賽結束後呀李皮表示 對於這場比賽我非常的滿意 對於球員的表現也感到了很驕傲 還說對於球隊來說缺少的就是一點點的運氣呢 同時國主的表現得到了對手卡塔爾主賽 福薩蒂的肯定 他認為啊如果中國隊能夠保持今天的表現 說不定最後都有機會進到世界杯哦 但由於中國最後一輪客場面對卡塔爾 所以福薩蒂又開了一個玩笑說道 遺憾的是啊中國隊最後一場面對的是卡塔爾 所以他們機會不大了 說到這裡咱們李皮就非常的不理解 福薩蒂最後的點評了 不知道卡塔爾哪裡來的知性呢 國族出現形勢嚴峻 排名依舊墊底呀 五輪至少追回7分 李皮能大逆轉嗎 但不得不說呀 國族的表現確實讓球迷眼前一亮呢 這是我們的國族嗎 是的 這才是我們想要看的國族呀 不過不管怎樣 愛國族的心不變 國族加油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一週快訊 看看過去的一週發生了哪些賽事新聞呢 北京時間11月16日凌晨30 國際足球熱身賽 義大利在梅阿查球場主場0比0 占平了德國 藍三軍保持了近5場A級賽事不敗 德國隊則結束了國際A級賽事6連勝 北京時間11月16日凌晨4時 國際足聯友誼賽 英格蘭坐鎮了溫布利球場2比2 占平了西班牙 瓦爾迪造兩球伊斯科 壓哨白平了 北京時間11月16日凌晨4時 國際足球熱身賽 法國隊坐鎮主場0比0 占平非洲競旅科特迪瓦 中國企業阿里巴巴 已經拿下了巴薩的胸前廣告冠名權 雙方將簽約4年 每年贊助金額達到了6000萬歐元 合同總金額則達到了驚人的2.4億歐元 阿里巴巴已經博得了巴薩高層的認可 擊敗了華為集團 日本的樂天豬市灰色和美國的亞馬遜 快五秒的體育賽事資訊平台一筆分提醒您 每週有好料 週一週更精彩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啦 我是紫荃 每週我們在這裡不見不散哦 拜拜 明星期五班 我們在這裡不見不散 我們才能學到這雙方 … Churchill… 我來了… 我…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們看來的 我不是… 你…